江山市選萬錦市第二選區 屬於其中一個競爭激烈的選區 現任市議員何湖景改選為區域市議員 該區有四名華裔候選人 各族市議員一席 萬錦市第二區六成人口是華人 擔任該區市議員12年的何湖景 改選區域市議員 因此今屆市選該區競爭激烈 有四名華裔參選 包括在省議員彭錦威辦公室工作三年 上屆參選得票第二飲行的劉兆國 今屆捲土重來 三角政府的經驗 我和約克警隊親密的合作協調方面的經驗 總總希望借助這些網絡的人物關係 可以更加幫助我 可以幫助我們移區的居民 以及幫助我們萬人感視的居民 利用我作為一個橋樑 將我們的訴求、我們的聲音 帶入市政府那裡 另一名候選人是任職本地傳媒15年的劉少潤 主打利益中立 我都有報道 今次反過來做候選人 我對三級政府的運作比較清楚 另外很多居民都投訴 希望有議員代表他們 而不是代表大財團和大發展商 我們已經有聯邦、有省的政黨 我們市議員、市府、甚至市長 都應該是以居民的利益為先 政黨、政治是其次的 本身是特殊教育工作者的黃燕 就希望將專業帶入市政 而從事地產的孫智峰就表明想善用私人企業的力量 這個選區的候選人還有首次參選的Trina Collins 他的政綱主打交通規劃和改善治安 今年安省的市選投票日是10月24日 不少城市都有提前投票的安排 多倫多將會在明天開始提前投票 而萬金市就14日到24日網上投票 20日開始提前投票 新時代電視記者一壇敏充報導 評寥一期的節目 回到達 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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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